哎 同志们 安静了 这个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椭圆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来讲圆锐曲线的剩下两种曲线 一种呢叫做双曲线 一种呢叫做刨红线 这个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双曲线 在讲双曲线之前啊我们还得复习一下椭圆 因为如果不复习椭圆的话估计一会儿讲起来大家就乱了 那比如说椭圆的定义是什么 椭圆的定义是什么 到两定点距离之和为定值对吧 然后到这两个定点的距离是多少 是2A还是2C 2C 这个点到两定点距离之和为定值 这个定值是什么 是2A对吧 那A和C谁大呢 A大于C 那椭圆的标准方程是A方分之中横板的 就交点在X手上的是A方分之X方 加B方分之Y方等于1 对吧 然后C怎么算呀 C方等于A方减B方 是这样吧 OK那椭圆的离心率是什么呀 E等于A分之C它的范围是0到1 准线呢 X等于正负Z分之A方 对吧 两条左边一条右边一条 是这样吧 到焦点距离比较到准线距离等于离心率 是这样吧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椭圆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还记得非常好 那今天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第二个曲线就是双曲线 双曲线其实我们是大家是见过的 我们在初中学的反比例函数 其实就是一条双曲线 对吧 我们当时我记得这个在讲函数的时候 这个书上不就说吗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是双曲线 对吧 有同学问说那个双曲线 我们今天要学的双曲线是一回事吗 完全是一回事 对吧 只不过我们今天要学的双曲线呢 可能它的摆放的位置上稍微特殊一点 对吧 你发现那个双曲线Y等于X分之1 这个双曲线就相当于它是无限趋近于两个轴 是这样吧 无限趋近于坐标轴 而且必须是趋近于坐标轴 不管是X分之1还是X分之2还是X分之1 就都是趋近于坐标轴的 对吧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双曲线呢 可能它不是趋近于坐标轴的 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从定义开始讲 对椭言来说是到两定点距离之和为定值吧 对双曲线来讲呢 差别不大 它是这样说的 到两定点 注意不是和了 是距离之差 但是这个差在高中是没有一个严格定义的 所以为了严密呢 我们的定义上说的是X的绝对值 到两定点距离之差的绝对值为定值 OK那跟昨天我们讲的椭言一样 我们设 这是负C0 这是C0 这是不就是那两个定点 根据经验 这两个定点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焦点对吧 F1 F2 是这样吧 然后P点是 轨迹上的一点 XY 到两定点距离之差的绝对值为定值 所以我们可以推一下 对吧 你看到左边那个点是X加C的平方 加Y方 加上根号下X-C的平方加Y方 这是减啊 到两个定点距离之差的绝对值 是这样吧 就得到这么一个设置 然后这个设置怎么推呢 跟这些椭言一样 我们发现 要想两面平方 是不是得把其中一个根号挪过去 那挪过根号怎么挪啊 去绝对值是吧 去绝对值怎么去啊 就变成正负就行了对吧 就别两面算平方了 所以得到什么呢 等于得到根号下X加C的平方 加Y方 等于正负2A 是不是把这一项就可以移过去了 根号下X-C的平方 加Y方 对啊 这都不用抄 你看懂了就行了 跟昨天可能差不多 然后两面平方来口算一下 这是X加C的平方 是这样吗 这是X-C的平方 所以这边剩什么 四倍的CX 然后Y方是不是就没了 是这样吗 X方加C方是不是也没了 然后这个一平方 是不是有个4A方 不管是正的负责 一平方是不是有个4A方 挪过来 减去4A方 这边剩什么 是不是正负4A 根号下X-C的平方 加Y方 如果你还记得 昨天的课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差不多 对吧 然后把4A 是不是可以直接除过来 于是变成CX比A-A 是这样吧 把4A除过来 等于正负 根号下X-C的平方 向Y方 那移过来的好处 是这样一平方 很方便对吧 然后这样一平方 是不是这个正负 自然就没了 然后再一平方 得到什么 能消掉吗 A方分之C方 X方 加A方 中间向是不是 负的2CX 和这边的负2CX 怎么样 就消掉了吧 这边剩什么呢 等于X方 加C方 加Y方 是这样吧 于是你看 我们把X方移过去 得到A方分之 C方 减A方 X方 减去Y方 等于C方 减A方 是不是这样来译下 对吧 形式都差不多 但是细节它 还是有差别的 于是 两边同处以 C方 减A方 就得到了 X方 比A方 减去Y方 分之 C方 减A方 等于 是这样吧 同志们 昨天我们是不是 也是得到了一个 没有B的式的 记得吗 对吧 然后怎么处理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里面是 C大 还是A大呢 为什么是C大呢 因为 昨天是两边之和 对不对 今天是两边之差 怎么样 两边之差 就是小于 第三边吧 所以是 C大于A 这跟昨天已经不一样了 昨天是A大于C 今天C大于A C大于A的话 那么我就令 C方 减A方 等于B方 于是得到 X方 比A方 这边的减去 Y方 比B方 是这样吧 就变成了 这么个式子了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双曲线的 标准方程 当然了 你说这个应该 按照昨天我们的说法 这个是不是应该叫 横板的双曲线 它是指焦点在 X轴上的 那这个图像 画出来什么样呢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首先双曲线的形状 是不是大概是确定的 对吧 其次你看它过哪些特殊的点 它过哪些特殊的点 过哪些 看不出来 过哪些特殊的点 是不过A0点 还过谁 负A0点 对称性怎么样 这个图像的对称性怎么样 既关于X轴对称 又关于Y轴对称 是这样吧 因为你把X换成负X 还是五变 关于Y轴对称 把Y换成负Y 还是五变 所以关于X轴对称 对吧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同时它跟Y等X分之1的形状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你想想A0负A0 然后你还要同时满足 这个跟X分之1形状一样 是不是大概画上 应该是这样 相当于 那个X分之1的坐标 是不是相当于挪到这来了 对吧 然后 这是A0 这是负A0 由于C比A大 所以是不是这是F2C0 这是F1负C0 这就是一个交点 在X轴上的双曲线 看着是不是真的跟X分之1差不多 对吧 注意 这两条虚线是干嘛的 这样的虚线是不是就是跟这个X分之1里边 这个X轴和Y轴一样 表示这个图像会无限趋近于 就我们昨天讲那个 把这个笔扔出去这个事情 是不是也想了 它会越来越趋近于这条直线 能看到吗 它会越来越趋近 但是能不能靠上去 靠不上去 好的 那如果是竖板的会怎么样 你想想可能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竖板的双曲线 是不是它也会有这样两条线 可能是这样的和这样的 好的 昨天我们说怎么判断 椭圆是横板还是竖板 看交点在哪 怎么看从方程上 看哪个大对不对 谁大交点就在哪个手上对不对 那双曲线你猜应该怎么判断 你注意 椭圆看谁大是因为 X和Y是不是对称的 是这样吗 那你说双曲线 X和Y还对称吗 你发现是不是有一个是负的 对吧 这很容易的 注意看 如果我令Y等于0 是不是X能解除正负位 那如果我令X等于0呢 Y怎么样 无解 是这样吗 你发现交点和这个顶点 是不是总是要在一块 所以怎么判断交点在哪个轴上 怎么判断交点在哪个轴上 是不是看哪个是正的 比如说横板的抛物线 双曲线是这样写的 那如果是竖着的这种双曲线 应该怎么写 你猜一猜 应该怎么写 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应该是Y方比A方 然后呢 减去X方比B方等于1 注意 看这个负号在哪 对吧 负号如果是跟着Y的 那么是不是 交点在X轴上 如果这个负号跟着X的呢 交点在Y轴上 是这样吗 那在双曲线里 跟椭圆又是对着看 一定要对起来看 双曲线的ABC谁最大 椭圆的ABC谁最大 双曲线呢 C最大为什么 因为C方等于A方加B方 也就是说 当你拿到这样一个双曲线的时候 能看到吗 当你拿到这样一个双曲线的时候 你发现里边是没有C的 对吧 C怎么算呢 在椭圆里 C等于根号下 A方减B方 在双曲线里 C等于根号下 A方加B方 有发现它们的区别吗 OK 那我们来系统的梳理一下 我们一条一条来说 第一条 椭圆 A大于C 双曲线呢 A小于C A小于C 是这样吧 没问题吧 第二个 椭圆ABC的关系是什么 是A方减B方等于C方 双曲线呢 A方加B方等于C方 是这样吧 第三个 怎么判断椭圆的焦点在哪根轴上 看谁大谁是A吧 你看已经有人记晕了 椭圆可没有负的 对吧 那怎么看双曲线的焦点在哪根轴上 是不是谁正焦点就在哪根轴上 对吧 所以椭圆是看大小的 双曲线 焦点在哪根轴上 是看正负的 是这样吧 好 第四 大家有没有觉得双曲线比椭圆多了那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条直线 这个在初中我们就知道它叫渐行线 所以第四个问题 就是双曲线的渐进线是怎么回事 我们发现随着A和B的不同 这个渐进线似乎不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事情 那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怎么来求渐进线比较好 就怎么能求出渐进线来 你想是不是X越大 X越大 是不是这个双曲线的这个点就越接近渐进线 你注意看 如果我在双曲线上取一个点 然后我算出这个点到原点的斜率 能听懂一个意思吗 那这个是渐进线斜率吗 那肯定不是对吧 但是如果X足够大呢 是不是它应该跟渐进线的那个斜率足够的接近 因为这条线是不是最后会无限接近于这条直线 对吧 所以你注意看 我在双曲线上 取一点 X0 Y0 是不是A方分之X0方减去B方分之Y0方等于1 是这样吧 注意看 于是我把Y0表示出来 Y0等于什么呢 等于A方分之X0方减1 然后再乘以B方 然后再开根号 所以开根号再乘B 能看到吗 有时候你解Y0是干嘛的 你们说我解Y0是干嘛的 是不是我相当于要把这个点的坐标给解出来 然后去算什么 算它到原点的斜率 这斜率怎么算 斜率怎么算 就这个点到原点的斜率怎么算 Y0比X0 对吧 所以K等于注意 这我当然取的是第一项线的了 比X0等于什么呢 你注意看 我把X0放到里边去 看能不能看懂 等于B乘以什么呢 这是不是就变成A方分之1了 是这样吗 减去X0方分之1 是不是 是把X0除到根号里去了 是吧 好OK 但这个是不是双曲线上的一个点到原点的斜率 它不是渐进线斜率吧 那你看看 从这个里边你能不能看出渐进线斜率是啥 为什么呢 因为X0是不是越大它就越接近 当你发现X0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是不是X0分之1 X0方分之1这一项可以忽略不计 对吧 所以这样里边开出来是不是就等于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数学符号来写的话 就是当X0趋向于正无穷的时候 是这样吧 这个斜率是不是就是一个渐进线的斜率 等于多少呢 等于A分之B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渐进线这一条是Y等于A分之BX 那由于我们刚才说到整个双曲线的对称型 那这条线的斜率是多少 负的A分之BX 所以大家记住啊 双曲线的渐进线就是A方分之X方 减B方分之Y方等于1的渐进线是Y等于正负A分之BX 好有个人说那如果这是横板的情况对吧 那如果是竖板的情况呢 竖板的情况就不一样就变成Y等于正负B分之AX了 这个我就不推了 因为我有个更好的方法告诉你 有人说这样太难记了 万一忘了怎么办 所以对于渐进线 我们先推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么个回事 对吧 然后请大家记住一条就行了 就是求双曲线渐进线的方法 这个算是个小技巧吧 什么公式都不用记 你们听说过吗 非常好 就是把1换成0 希望大家把这个推导过程理解之后就忘掉它 不要再去背 说Y等于正负A分之BX 你就记住 凡是求双曲线的渐进线 就一句话就是把1换成0 这一招非常好用 有人说换成0感觉不对啊 你看了 是不是把1换成0 1换成0算什么了 A方分之X方减B方分之Y方等于0 你们说这是间进线吗 你们说这是间进线吗 这是间进线吗 换句话说它表示什么图形 我说崩溃了 没见过 注意看这个是那可以干嘛呀 可以因此分解对不对 所以就是A分之X加B分之Y a分之rx减b分之y等于0 两个数乘积为0怎么样 比我一个为0吗 所以a分之rx是不是等于正负b分之y 是这样吗 然后把b乘过去是不得到y等于正负a分之bx 这不就是挺明显 实际上这个图形它表示什么 这样能看看吗 这个图形它表示什么 表示两条直线 暈了吗 这个我们讲直线 就这个式子它表示两条直线 而这两条直线恰好是渐进线 那如果是竖板的呢 是不是一样把1换成0就可以了 对吧 这就是双曲线的渐进线的做法 OK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双曲线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挺让人费血的 我们讲了四点了 最后我们讲第五点 我们知道在椭圆里abc各自是有名称的对不对 a是什么 半长轴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样说吧 a代表的是长轴 b代表的是短轴 但是b是半短轴的长而已 对吧 就a相当于和长轴能够挂起勾来 b和短轴挂起勾来对吧 OK那大家来看双曲线 那ab肯定也得跟某个东西挂起勾来对吧 你看a能挂起勾来吗 a代表什么 能看着吗 在这个图上 a是不是代表从圆点到一个顶点的距离 那如果我们把两顶点的距离叫做一个轴 这是不是可以叫一个轴 对吧 我们把两个顶点距离叫一个什么什么轴的话 这个轴长是不是就是2a 跟椭圆那个长轴是不是对应的 OK现在有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这个b在哪 你想在椭圆里是不是另x等于0 那么y就等于正负b 所以2b就是一个短轴了 OK那你仿到这个在双曲线里试试看 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双曲线和y轴怎么样 没有焦点 那你说这个b它跑哪去了呢 是不是这是个问题 是这样吧 就这根轴你看 这根轴 我们是不是实实在在还是能看到的 对吧 但是由于这个没有一个长短的比较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能说这根轴叫长轴了 所以待会我们就给它换个名色就好了 但是另外一根轴在哪 你看到能看到吗 有人说还应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对吧 还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 没错 问题是你在这个地方你画一个画个2b 怎么解释这根轴呢 我可以画呀 我可以画出一个2b的差 上面是b下面是b 关键是怎么解释呢 一定是能解释的对吧 关键是怎么解释能不能看出里面的关系 就这个b到底怎么看 你这样想椭圆是不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所以b一下就看出来了 双曲线虽然它不像椭圆那样直接能看出来 但是它也比椭圆多了一些要素啊 比如说它比椭圆多了什么 多了间金线 那你说b和间金线有没有关系呢 间金线是什么 是a分之bx对不对 a分之bx怎么能变出b来 另x等于a OK注意看啊 另x等于你发现a是不是正好是这个点 所以我过a点做垂线 是不是正好这个双曲线的切线 那么这个点的坐标是什么 ab 那么这一边 是不是这个点的坐标应该是负ab 所以注意看 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负b和b了 是这样吧 那么这个负b和b有什么意义呢 你注意看啊 这是一个2a乘2b的矩形对不对 是这样吗 这个矩形有什么特点 第一它的对角线是双曲线的间金线 其次这个双曲线的两支怎么样 和矩形的两一组对边相切 是这样吧 所以你这样想 由这个b的大小 由a和b 由这个矩形 是不是就可以控制这个双曲线的形状 比如说这怎么控制 你看很容易控制啊 你看啊 我画一个矩形 我画的那个样子了 可以吗 那你说这个双曲线什么呀 如果是横板的话 你是不是首先得画出间金线线 就是对角线就是间金线 你发现这个电金线是不是收口很小 而且还要和这个两两边相切是不是 所以你发现它的形状 是不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形状 是这样吗 那如果我画的图形是这样一个矩形呢 你发现这个形状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如果我画的是这样一个矩形呢 是不是就更那个一点 感觉就更不弯一点 是这样吗 所以你发现这根轴 其实它是有意义的 它能够控制双曲线的开口的大小 因为它能控制住双曲线的间金线 但是这根轴在图上 它确确实实不是实在 不像椭圆那样 一眼看过去 这是a 这是b 这是a 这是b 看得很清楚 双曲线 那这根轴它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我们管这根轴叫什么呢 叫实轴 那么我们管这根轴叫什么呢 叫做 因为看不见嘛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虚轴 所以在双曲线里 2a叫实轴长 2b叫虚轴长 2c呢 还叫胶距 对吧 那么a叫什么 半实轴长 b叫半虚轴长 c叫半焦距 其中abc什么关系 再复习一下 c方等于a方加b方 没问题了吧 好 再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双曲线 这是第五点 就是关于实轴和虚轴 再往下看 在椭圆里 x是不是在负a到a之间 y在负b到b之间吧 那么在双曲线里 x在什么范围内 在椭圆里 x在负a到a之间 y在负b到b之间 双曲线呢 x在负a到a怎么样 之外 y呢 y属于r可以取到一切实数 没问题吧 y可以取到一切实数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这个双曲线的问题 当然了这个叫双曲线的两支 这个我就不用讲了吧 那我特别强调一点 哪个支 对吧 不要写这个支 以前考试的时候 看到一个同学 车在双曲线的右支上 那我就很崩溃 对吧 OK 是这个支 左支 右支 一般是这么来写的 不要写这个支 这确实闹过一个笑话了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双曲线的一些基本知识 它最大的特点还不是说 你要把双曲线搞明白 其实搞明白 它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你知道最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吗 你要能把它和椭圆给区分开 就你千万不要把双曲线和椭圆 最后把某些关系系混了 对吧 比如说椭圆是什么样的 双曲线是什么样的 对啊 可以一项一项 像这样 一项一项 对得起 OK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双曲线的定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道题 请大家看这个例题的第二题 好 来 我们来说说这几道题 可能这两天讲人的曲线 开始 大家开始慢慢的有点 不适应那个计算量的东西了 来 我们来看第一题 说它过两个点 一个是三四分之十五 另外一个是负三分之十六五 然后并且交点在坐标轴上 好 这道题如果按照常规的考虑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 交点在坐标轴上有几种情况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如果交点在X轴上 那么它应该是A方分之X方减B方分之Y方等一 是这样吧 然后把这两个点带进去 一个是9比A方减去B方分之十六分之二百二十五 等一 一个是A方分之九分之二百五十六 减去B方分之二十五等一 对吧 你们觉得这个方程是什么方程组啊 是个特复杂的一个方程组 其实不是 这是个二元一词方程组 就A方分之一和B方分之一 是两个常数 是两个字母 剩下的是常数 对吧 你千万不要再把A方B方再乘过去了 那可就复杂了 对吧 就A方分之一是一个常数 9X减十六分之二百二十五Y Y等于一 九分之二百五十六X减二十五Y等于一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需要计算机吗 然后你把这个就十六乘九嘛 然后这个再乘以九 二百五十六嘛 对吧 二百五十六不是十六乘十六嘛 对吧 所以就十六乘七嘛 对吧 然后两次一减 这个不是乘了十六 这个乘以九嘛 最后不得七嘛 对吧 一下就算出来 好像是A方等于负一吧 一下就算出来 对啊 因为解释 就这个是不存在的呀 就这个方程组无解啊 就A方解释的是负的值 对吧 就这个 没听懂我在说啥是吗 对啊 说一下吧 9X减十六分之二百二十五T 是不是等于一 然后这是九分之二百五十六S 减二十五T 是不是等于一 其中S等于A方T等于B方 是这样吧 然后怎么减的 你看啊 你这样减十六乘九S 减二百二十五T等于十六 是这样吧 然后你乘以九 二百五十六S 二百五十六 是不是就是十六乘十六 对吧 减去二十五乘九 T等于九 是这样吗 然后两次相减 对吧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减掉了 这样减掉之后 这是不是十六乘九 减十六乘十六是多少 负的十六乘七S 等于七嘛 所以S等于负的十六分之一嘛 也就是A方分之一 等于负十六分之一 所以A方等于负十六 所以这个方程度怎么样 五简